刚刚老师学的心态,泡浇牛蛙 首先挑两只漂亮的牛蛙,请热心餐主处理干净 请餐主处理的原因是自己不会处理牛蛙 首先我们将牛蛙的前后爪剁掉 然后再剁成大小均匀的小块备用 首先把牛蛙的四只爪剁掉 然后再剁成小块 剁成小块,剁成爪子的原因是防止逃跑 碗中加入蚝油一勺,小许胡椒粉,酱油三克,适量的蛋清 最后加入干淀粉一勺搅拌均匀备用 按王冠老师说的做 大蒜40克切成小粒备用 生姜30克切成小粒备用 红泡椒40克切成小粒备用 最后准备几根小葱切成小段备用 按王冠老师说的做 没有红泡椒只好用青泡椒代替了 但问题不大 又切了几个小米辣来冒充红泡椒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烧至冒青年为止 首先升火,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植物油一勺 然后将处理好的牛蛙下锅滑至七成熟 这一步就在行业之中叫做热锅滑冷油 这一步通俗来讲就是冷油煮牛蛙 七成熟之后倒出控油备用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底油 将油温烧至五成热 油温五成热之后加入适量的青花椒爆锅 再加入切好的姜蒜颗粒 然后开中小火把姜蒜粒爆香 姜蒜爆香之后将切好的横泡椒下锅 这里泡椒和其他配料一起下锅了 但问题不大 翻炒几下之后加入豆瓣酱五克下锅 开小火将豆瓣酱炒香炒出红油 开直远火将豆瓣酱炒出红油 豆瓣酱炒香之后将滑好的牛蛙下锅 然后开中火推炒三十秒 直远火可能要炒六十秒或者更多 牛蛙炒香炒至上色之后再加入瓶酒一百毫升 剩下的啤酒可以选择自己喝掉 然后转小火烧两分钟 然后转随眼火烧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开始调味 加入少许白糖提鲜 少许胡椒粉鸡精一克 最后加入生抽酱油三克从锅边淋入 按王刚老师说的做 然后再开中火烧十秒钟 烧火再烧几秒钟 十秒钟之后再加入少许的迷牛 然后将切好的葱段下锅 最后开中火翻炒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最后再翻炒几下就出锅了 一道非常美味的泡椒牛蛙就制作完成 一道汤汁有点多的泡椒牛蛙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进入总结 一 牛蛙处理起来很麻烦 摊主不给处理的话就不要买了 二 王刚老师在上个视频点评我做得很好 我有些激动甚至是销售生来了 还有您有点赞召变 接下来 我们下个视频 大家看 到不长时间 已经前几道了 的 我们下个视频